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教化目的 终极的目的是无上正等证据 不同踏方世界祝福教化众生 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就分三个阶段 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 分三个阶段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个阶段 就像我们现在好比现在学校里所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波斯班 其他的都没有 我们今天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学 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亡生 也是波斯班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都是无上正觉 正等正觉 这又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 他方世界没有 他方世界祝福如来办学校 可以说从幼稚园办到波斯班 办得很辛苦吧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 只有波斯班一下通通不搬 这个了不起 地狱众生 卧道众生 只要能往生 也是参加波斯班 这个地方特别要记住 我道众生是他一念错误而夺到的 他有很深厚的善感 这个事情不要看到很奇怪 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一时糊涂 做错事情了 到极道这个地狱 那真的就要靠地藏菩萨了 地藏菩萨来点化你 点醒你 让你觉悟 让你回头 那你就有救了 谢谢大家